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南华侨华人变五州 天下故事会穷州 台口广播电视台 华侨华人故事类节目正在播出 清晨漫步在齐楼老街 是一件惬意的事 中西河壁的建筑群 注立在宁静的晨光里 形态各异的女儿墙和雕花 凝固着昔日的繁华 朝阳抹上老商号古旧的牌匾 尘风穿过空巨的长廊 满街的南洋风情 晃住隔世 越来站在中山路上 墙体斑驳 铺面稍显狭窄 在众多老商号中 显得平平无奇 但从空中俯瞰 这栋骑楼北起长堤路 南至中山路 是骑楼建筑群中 较为庞大的一栋 楼内有一块石碑 记载着这栋骑楼的建造历史 当时政府把房子归还我们以后 我不是加工吗 在搞的过程中 我就怎么这个东西 好像有字在上面 我就慢慢来 慢慢洗干净来看 原来是一个石碑 以后我就把它先立起来 当时也没有想到什么历史建筑 或者什么历史保护 没有想到 我想放的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害处 把放的就行了 我就把它立在一边 现在没想到 提罗老街 我们搞成历史建筑了 那这个东西应该 我想应该是有用 所以我就留下来 留下来 这个杯就这样 它写了什么时候盖 孙童第三年盖的 拓平方 南市的哪里 北市的哪里 都写得很清楚 还有这个家的盖房子的人 给子孙留下的话 都在里面 这位叫廖美娟的老人 是月来站的业主 她从小随母亲阮玉兰 在这里生活 见证了月来站 数十年的风风雨雨 自从母亲去世后 廖美娟一直在看管月来站 这是父母留下的房产 她要好好的守护 二十世纪初 海外穷桥 兴起回乡购房置业的热潮 海口中山路 涌现出许多有名的商号 廖美娟的父亲廖开镇 开设的月来站 是其中的一家 廖开镇 祖籍穷山 八岁那年 她辞别母亲 随同乡乘船到越南 投靠亲友 后来 廖开镇在法国人家中工作 专门负责端茶倒水 打理花园 她的雇主是 法国驻越南银行的老板 这位老板 看中廖开镇的勤恳务实 决定培养她的管理能力 她在那个法国的银行 帮人家那个花园里教花嘛 慢慢就 那个老板就从小看她长大 就看上她 当时我爸爸没有钱担保的 原来如果你要是当行长的话 你要有钱担保 可是他让我爸爸当代理行长 后来慢慢就 归正了就正行长 廖开镇担任法国驻越南银行行长后 与当地名流合作发展事业 积攒了丰厚的财富 当时有经济实力的华侨 大多会选择回乡投资实业 廖开镇也不例外 二十世纪初期 事业有成的廖开镇 返回海口购置多处房产 在云龙老家重建廖家祖宅 并让越南籍妻子阮玉兰 负责管理国内的资产 我们的房子是这样子的 我爸就叫越南的老婆管中国的房子 中国的老婆就管越南 这样就没有什么 那些亲戚关系那么复杂 所以我妈妈就回来管 我们这里家里的房子 一直管到解放后 月来站是廖开镇购买的一处房产 它位于海口当时的商业中心 主营旅店业和酒吧行 酒吧行是代理业 按代理进出口货值 收取2%的佣金 因此得名酒吧行 海南物产丰富 各县商贩收购土特产运到海口 委托酒吧行代销 海口的酒吧行十分发达 前面我们这里是河的 他的船一到这里就卸货 这搞必行 他把东西卸到我们家里了 都上楼上来住 楼上是民宿嘛 他住了他楼下的货 比如我也进一船货 或者我是一千斤 进来了就每一斤多少钱 跟你讲好了 我卖多少钱是我的事 货卖完我把钱给你 20世纪20年代 海口修筑长堤路 中楼一带成为海口港码头 许多从外面运来的货物 都是从长堤路水巷口一带的码头上岸 越来站地理位置优越 给客商提供销售场地 饮食和居住等一系列服务 来往的客商大多选择在这里居住 贩卖货物 越来站的生意非常轰货 城中有河 河在街中 河岸是房 船在街中行 如在画中有 这是齐楼老街当年的真实写照 也是齐楼老街繁荣的见证 日益频繁的经贸往来 成就了齐楼老街的辉煌 代理业 百货业和餐饮业蓬勃发展 品牌商号越来越多 越来站的生意也越发红火 抗日战争爆发后 身在海外的廖开镇 始终牵挂着祖国和家乡 他在越南筹集抗日资金的同时 还自费购置大量物资支援祖国抗战 1939年 日军的铁蹄踏上海南岛 廖开镇利用越来站做掩护 向抗日部队运送物资 日军再一次扫荡中 在海口云龙地区 发现了廖家祖宅的二层小楼 准备利用这栋小楼建立廖望台 日军的阴谋一旦实现 将严重威胁到云龙的革命根据地 当时我们盖了两层楼 那当时很高 日本鬼的时候就来我们的楼上 一上楼 在楼上就可以看到整个村 整一片的 所以当时彭博基 彭博基他就派游戏队 过来找我妈 我妈叫二婆 我爸在越南就很发了 所以当时也是有点小名气 他们也是很重重我们 过来跟我妈讲 他说你这个楼有影响到 我们那个根据地的什么 如果在日本鬼子一来 在屋子一看很有问题 所以我妈跟我爸 通话又二话没讲 全部拆了 为了阻止日军的阴谋 廖家果断地拆掉小楼 日军发现后气急败坏 将廖家祖宅复之一聚 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廖开镇一直在财力物力上 秘密支援祖国抗战 直至抗战胜利 因此他获得抗日一级勋章 抗战胜利后 廖家人经过商量 决定让阮玉兰回海南定居 看管产业 阮玉兰回到海南后 见家乡的亲朋好友 日子过得艰苦 便私自决定 免除他们的全部债务 我们家不是买了很多田地吗 租给那些亲戚 还有亲戚来跟我们借钱 原来是我大妈管的 爸爸把我妈妈叫回来管了 管了我妈妈在48年的时候 就把那些所有借条什么 当作农委会的面 那时还难以没有解放 把他撕掉 他说从今天开始 你们没有人欠我们一分钱 当时在当地我们是开明 叫做开明绅士 在廖美娟的记忆里 母亲阮玉兰 是一个知书达理 心地善良的人 廖美娟还在强保中 就随母亲从越南回海口定居 从济世起 她就一直生活在齐鲁老街 在她的印象里 家中时常举办各种活动 人来人往 十分热闹 那时解放出的时候 很多人都没有地方的 都在我们家里 不管是打台风 还是什么 我们家是比较绝识的 这一代的围房的人 都来我们家躲台风的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我们家的前面都是 晚上都坐一大堆人 在看报纸 在玩 在讲笑 就是整个剧 我妈做了很多好事 文工团 什么活动 我妈基本上都是我妈出资 所以当时我妈叫姑妈 海口那些各个聚会的 不认识姑妈 这是很少的 搞买 搞买 都叫我妈叫姑妈 所以这个地方小 所以认识我妈的人 也知道她干好事 在林李的眼中 阮玉兰是个不折不扣的热心肠 乡亲们遇到困难时 总能看见她的身影 一身姑妈 是林李对阮玉兰的 认可和尊重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战火很快烧到鸭绿江畔 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 在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的号召下 全国掀起参军参战 之前的热潮 全国人民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全力保障前线的物资供给 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坚强后盾 阮玉兰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 呼吁乡亲们捐款捐物 支援抗美援朝 被誉为海南长相域的称号 我妈带领的工商界 还有那些华侨那些太太们 一个箩把手上的戒指 金箱链全部放出去 当时我妈还把房子卖了 大部分的钱 还有经营首饰都捐了 当时也成为佳话 1955年 阮玉兰被推选为 海口市妇女联合会的副主任 这是对她长期致力于 妇女权益工作的高度肯定 随后 她又被任命为 海口市政协委员 在她的任期内 阮玉兰有幸陪同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同时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 伟大骑手康克卿 视察海口 康克卿的儒雅风度 和亲民作风 深深地烙印在了 转玉兰的心中 成为她人生中 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 康大姐 五几年她来 来海南视察 来海南视察的时候 是好姥姥 当时是副连主任 副主任 当时是姥姥接待她 一起到基层去看 到基委会 还有到那些工厂 去看那个基层的妇女 就这几个咯 就这几个咯 后来就是 康克卿大姐来海南 然后就找这个 当时接待她的姥姥 没有人认识 找不到 市长 说会不会是元老啊 所以她就马上派人来问 姥姥就说 是啊是啊 我五几年的时候 正好是跟 康大姐 下基层去看了 差不多二十年 她还记得姥姥 这个是姥姥写的吗 87年3月29号 姥姥写的越南文 姥姥写的越南文 关于母亲阮玉兰的故事 廖美娟如今 常常会跟孩子们提起 这一桩桩的往事 也时常在 廖美娟的心头浮现 阮玉兰离世后 承载着她和丈夫 心血的月来站 交由亲女儿 廖美娟接手 这间拥有 悠久历史的客栈 经历了数次 风雨飘摇的时刻 都是由于 廖美娟的精心呵护 才得以保存下来 对她来说 越来站 不仅仅是物质的财产 更是父母精神的寄托 里面藏着廖家 一代代人的故事 承载着海口七楼老街的 辉煌记忆 廖美娟深感自己 肩负的责任重大 她决心守护好 这个家族的瑰宝 传承这份历史的重任 她相信 每一个廖家的后代 都有义务和责任 去守护和延续 越来站的生命 让她继续见证 时代的变迁 讲述那些未完的故事 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越来站传承到我们这一代 我感到很自豪 因为越来站 它不光是一个商业体 也是一个 代表着我们家族的历史 和文化的传承的 这么一个地方 希望用我的方式 去整理一下 我们家族的一些 历史方面的资料 我还要再写一篇东西出来 做一个展厅 以后会有更好的面貌 展现给大家 光阴流转 韶滑似水 风雨消磨了骑楼的光鲜 世世沧桑的传奇的色彩 骑楼街区的辉煌 流逝在岁月的长河里 越来站这栋百年老商号 已经成为海口市的历史建筑 耀美娟的大儿子温健 将这栋老建筑 打造成主题民宿 发掘它的历史价值 焕发它的独特魅力 让五湖四海的游客 走进它的故事 重温岁月深处的 风采和温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